在古代社会权力常常难免滋生骄横 当权力的制约和道德缺失时 便会出现许多骄纵跋扈 荒淫无度的权臣 燕天木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通过权谋逐步做大 既帮助元朝度过动荡 又阴木无法计最终走向毁灭 我们何以从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中汲取历史智慧 正是本文的目的 一 宫廷齐盟 晋卫军中的锐起青年 燕天木尔生于1285年 出身蒙古贵族 其父亲是元武宗的晋臣 少年时期的燕天木尔便跟随父亲进宫侍奉 深得武宗喜爱 燕天木尔聪明机敏 很快便在宫廷中展露头角 元真元年1295年 18岁的燕天木尔正式入选皇宫晋卫军 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晋卫军是直接保卫皇帝的部队 地位尊贵 燕天木尔有幸入选 可见他的才能和锐气已难掩饰 在晋卫军中 燕天木尔勤勉练武 很快便成了一名优秀的晋军指挥官 根据史书记载燕天木尔身手矫健 使刀法精准 马术了得 每每皇帝出巡 他都负责统领禁卫军开路探路 保驾护驾 有一次皇帝出列 遇到虎患 正是燕天木尔机智果断 率领晋军将猛虎击退 确保了皇帝的安全 这次见义勇为让他一战成名 更加得到元武宗的倚重 在宫廷生活中 燕天木尔已表现出 他过人的政治手腕和洞察地 他时刻注意观察皇帝的喜好 以及朝中各官员的性格特点 派系关系 然后灵活运用这些信息 每每能在皇帝面前 恰如其分的献祭 不仅深得皇帝喜爱 更加得到重用 连升数值步步高升 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宫廷生活 燕天木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开启了他仕途的先河 一个年轻有为 锐气蓬勃的燕天木 在皇帝禁卫军中崭露头角 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权清朝野 控制帝国的混乱局面 至大德八年 1304年 连武宗驾崩 士族铁木尔即位 燕天木尔也顺利 转入新主挥下供旨 他沉稳务实 神的士族赏识 士族十分看重他 不断提拔重用 让燕天木尔成为新富大臣 治和元年 1312年 铁木尔也驾崩 由于士族之故 为及明确继承人 朝廷陷入混乱 大臣们互相推诿 争夺权力 局势一时陷入胶着 此时 燕天木尔已是朝中实权派 他看准时机 联合几位重臣发动政变 立铁木尔赐子 图天木为帝 就是后来的元文宗 此举引起朝野震动 部分原本拥戴铁木尔 敌长孙的大臣 愤然拒绝 与燕天木尔一派 爆发激烈冲突 根据史书记载 激进派大臣 甚至率军杀到皇宫门口 要强行废除文宗 局面一度十分危急 然而在这千军一发的关头 燕天木尔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决断力 他亲自独战 设伏又敌 一举将启示大臣的军队歼灭 这场政争就此罗目 文宗顺利登基 燕天木尔也攻击惊人 加封太平王 位列朝中第一重臣 通过这个政变 燕天木尔稳固了自己在朝的地位 也帮助这个外祖王朝 度过了危机四伏的动荡时期 可以说正是燕天木尔的政治手腕 让这个帝国没有在皇位交接时崩溃 而是继续存在了下去 三 恃宠而骄 玩弄帝后与公主 权倾朝野的燕天木尔还不满足于此 他可求更大的权力 要彻底控制住这个动荡的帝国 于是他设法笼络文宗 先后排斥掉一批忠心大臣 换上自己的人马 甚至连皇室也不放过 强占了先帝的遗孀作为妻妾 公主作为淫妇 文宗对此不满 却也无可奈何 至此燕天木尔彻底掌控大权 几乎等同于皇帝 他公开调戏文宗的妃嫔 在朝廷上无视皇权 横行霸道 据说燕天木尔曾在朝会上 当着众臣的面掌乖皇帝 大骂废物 文宗忍辱负重 生怕一旦得罪了燕天木 自己的地位甚至性命都难保 史书记载燕天木尔不但的皇后的妻妾 还强占了四十余名皇室公主 作为自己的妻妾 他将皇宫最美艳的公主们 内入后宫 日日升格 公主们哭啼不已 文宗也无能为力 据传 燕天木尔曾在宴会上 公开玩弄几位公主 力排忠义 有大臣看不下去 劝他慎重 被他恼羞承诺的殴打 还被抄家流放 从此之后 抄也无人再敢一问燕天木尔的所作所为 四 声色全马 沉溺响了走向末路 就这样 燕天木尔在朝歌舞生平的生活了三十多年 直到六十七岁那年 他终于因为过度沉迷声色而促然离世 文宗松了一口气 袁慧宗也得以顺利登基 一个骄横跋扈的权臣就此落幕 但他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骇人的恶名 燕天木尔晚年生活十分荒淫无度 他建造了许多豪华宅邸 日以继夜的与妃嫔宠幸 燕天木尔酷爱声色 纵情于酒池肉林之众 广纳嘉丽 夜夜生歌 他还沉迷于打猎 经常带着一大群妃嫔群兽脸 挥金如土 这些奢靡的生活直接导致国库归空 民不聊生 据传 六十七岁的燕天木尔仍与数十名年轻机械缠绵于后宫 他整日沉溺于荒淫之中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 燕天木尔似有欲感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想尽快在有生之年多享些荤宿之乐 终于有一天 燕天木尔在与几名年轻宠妃翻云覆雨后 精疲力竭突发急症 大夫紧急赶到也回天乏术 就这样 这个曾经权倾半壁江山的燕天木 就这样在声色拳马中气数已尽 折龙般沉寂了下去 五 历史省思 权力终结于自我毁灭 燕天木的一生是权力与迎乐的结合 他有超凡的政治手腕 让这个外族政权在动荡时期得以延续 但他也有难以抑制的人欲 最终使他走上毁灭的深渊 这样的权臣既不忠诚也无道德 他们或许可以暂时控制住局势 但终究害了自己 也害了这个国家 他们取得的权力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最终化为乌有 燕天木尔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 权力终究是一把双刃剑 使用不当只会伤人伤己 我们不应像燕天木尔那样 激进莽撞 自大放纵 应当学会自律 明辨是非 运用权力为民请命 人生于世 应追求的不是权力和荣华 而是内心的满足感与价值实现 这又截至清明 国家民族至少 我们才能走上正道 获得真正的快乐与意义 后人应汲取燕天木尔的教训 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 燕天木尔的一生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 最终却以悲剧收场 他的故事警示我们 在追求权力的同时 不能丧失理性和原则 权力并不是终极目标 道德 正义才是立国之本 学习历史 不是为了批判谴责 而是为了和前进 回望过去的昨天 不是为了定罪 而是为了吸取教训 开创美好的明天 我们应汲取燕天木尔的教训 但更应宽以待人 相信每个人都有选择正途 重新出发的机会 历史终将证明 爱国爱民 忠诚正直才是人生正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